凤山寺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是当时广泽中王作画前 他的母亲怕他闭上眼睛作画升天 所以叫他眼睛要睁大望远 又爬上树拉下他一脚摇晃 想摇醒他而造成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哦 在2015年2月 凤山寺发现了一条将近两公尺的小蛇 隐藏在神医底下 虽然小蛇早就已经往生 但是眼睛汹汹有声 神明将只说小蛇修成正果 未来将按座与玄天上帝坐前护卫 哦 这么厉害啊 那附近还有其他庙宇吗 这附近还有间建于青铜之六年的保安宫 保安宫是大树区境内历史最悠久的庙宇 原名凤安宫 庙的左护隆中庭有同志十年奉安宫建立的碑石 民国27年迁移到目前的庙址 据文是广泽尊王圣爷宫亲自请典 相传广泽尊圣爷宫是由村内一里献民 于清朝年间从大陆背到此地来供奉 由于圣爷宫非常灵验 所以村民捐出土地盖屋供奉 让村民祭拜